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林响国导读 我们一起分享布拉图的著作 我们先互相介绍一下我自己 其他都不谈了 我就介绍我和林响国的缘分 这个我是在快40多年了 当时是1965年底 我刚刚上高一 我在我们中学的图书馆 我得到了一本奇书 这本书呢 它名字叫西方民族提要 夸胡哲学社会科学部分 它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出的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这本书呢 实际上是美国的一套很著名的一个系列 叫100 Great Books 它的左边呢就是Henriott 他呢为这个就是每篇吧 他都写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提要 大概几千字到上万字 那么中心社呢 就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翻译了 一个是自然科学部分 一个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分 这个哲学社会科学呢 那我记得呢就是最 它的第一篇呢就是苏格拉里的生变 第二篇呢就是惠影篇 第三篇呢就是李养伯 李养伯的提要 这个写的最长 因为我当时看了就很大震撼 但是就觉得这是天书啊 这个很难懂 但是我就有很多这个好奇心 当然在当时是看不到全书的 当时也没有这个综艺本 一直到我这个82年出国了以后 很幸运到第二年了 我们老师呢就开了一门就是 我们有一门课叫西方哲学 这个援助导读 那么这个老师呢 他就选了这个理想国 这个作为我们这个导读的 他的这个教材 我第一次读到了这个英文版 我记得是那个企鹅出版社出的 那个小册的 我现在还现在还在 这个这个读了以后呢 哎呀啊我有了一个印象 那么回国以后呢 回国不久 哎呀我就看到那个商务的 汉语世界名著 就是啊出版了这个 郭炳和这个张鲁铭 你们大概现在啊 这个大部分同学用的就是这本书啊 我在这个北大期间呢 我大概前后吧 我教这个布拉图 大概讲了四五次 每一次呢 我都要重逐一遍 每一次呢 都有新的这个收获 那么这一次呢 非常高兴 那能到这个复旦来 开这本啊 通识课啊 我要说一下啊 就是因为我在北大 在讲这个理想国的时候呢 都是为这个研究生上的 这个我们 我们的这个 百大的这个核心课程呢 这个理想国呢 啊 列得很晚 那是上个学期 才有吴卫老师 才这个第一次讲 那么也可以说 我是第一次在讲 对本科生啊 来讲这个理想国啊 所以我的这个经验也不足啊 所以呢 我需要知道你们的一些背景 这样呢 我可以来随时调整我讲课的内容 当然你们不需要一个一个来介绍了 我就先提几个问题吧 好吧 你们在座的 谁这个学过西方哲学史 这个或者是这个希腊文学 最能刻的 啊 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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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高一点 哦 这个 这个 这个不多啊 sniper 这个不多 好吧 这个没关系 这个我会调整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呃 你们应该第一外语都是英语吧 如果第一外语不是英语的 别请去说 没有 有一个 有一个 但是你英语 你选修了吗 学了吗 学了 那也可以 还有个第三个问题 比较难一点 因为你们复旦也有一个古典学研究中心 谁学过希腊语的 这个没有 这个都没关系 我尽量就是让 没有学过西方哲学的 也可以能够听得懂我讲的课 算是我们的一个西方哲学 和哲学导论的这个入门课 这个好吧 因为大家都没有读过 可能都没读过柏拉图 我就是简单的把柏拉图介绍一下 就是柏拉图的奇人奇书 这个柏拉图就是希腊文的 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们现在讲西人名字的时候 都是把他名字放在前面 把他的信放在后面 柏拉图是名还是姓呢 首先在柏拉图这个时代 他没有姓氏的区别 就和我们中国 他在春秋的时候 他也没姓和氏 他也没分开 那么柏拉图呢 他的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呢 就是宽 就是Broad 英文的这个Broad 这个柏拉图呢 他是一个这个摔跤手 他以这个宽肩膀 这个著称 宽肩膀的人在摔跤的时候 很大便宜的 这个大概 他也许是一个创暴 这个我们不知道 他呢是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的这个世家 他的母亲呢 他是这个柠檬望族 他早年他就这个上户了 然后母亲就改嫁了 他的继父呢 是叫这个阿里通 这个阿里通呢 是这个希腊 这个民主制的 这个创始人 这个之一吧 这个 这个布里克里的 这个朋友 所以我们看到 理想国里面的两个主要对话者 一个是格拉图和这个阿德曼图斯 他都是这个阿里斯的这个儿子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 这个布拉图和格拉图和阿德曼图斯 他有没有亲缘关系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母亲这个这个改嫁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这个布拉图是不是这个已出生了 因为因为这一点我搞不清楚 如果他他改嫁的时候 他是带着这个布拉图到这个他的继父 这个阿里斯这个家的 那么这个布拉图和他的两个名义上的兄弟吧 这个哥哥年纪比他大很多 这个实际上就没有血缘关系 这个布拉图呢 他早年的时候 这个雅典的这个贵族 这个子弟一样 是一个这个文学青年 这个文学青年 这个文学青年 他第一次遇到苏格拉图的时候 他就把他写的这些文学作品给了苏格拉图看 苏格拉图好好地把他给嘲笑了一通 停了以后就把他的这个文学书稿 就把他给烧掉了 成了苏格拉图的这个追随脚 并且以后呢 他也没有写过文学作品 但是我们从这个一样我里面看到 他确实是对这个文学 诗歌 是吧 艺术 他是非常精通的 可以说 他早年的这个这个早年的这个爱好呢 这个并没有这个白费 不过是持一种批评的这个立场 所以我们这个他这个他是就是这个苏格拉图就是比布拉图大这个四十多岁了是吧 苏格拉图在公元前啊 那三百九十九年就被这个处死了 处死了 处死以后呢 这个布拉图呢就是对于雅典的这个政体呢 他深感失望 他因为这个公元权三百八十七年三百六十七年三百六十二年啊三次下到西西里岛西西里岛呢当时是这个叙拉图王国啊 他这个这个叙拉图王国啊 他是一个一个独裁的这个政权 他希望就是通过教育啊 叙拉图王国的这个独卓者来建立一个新的这个政绩啊 但是最后呢 他的这个政绩爆破最终破灭了啊 他又回到了这个雅典 就是开办了这个学员啊 学员我们都知道现在是Academy Academy这个词怎么来的呢 这个词呢 就是阿布拉图的这个学员的这个地址呢 就是在一个废弃的这个体育场 废弃的体育场 这个体育场呢 他是以这个英雄啊 这个啊 啊 这个啊 啊 来命名的 啊 所以他的这个 所以Academy呢 以后呢 就成了西方最早的这个高等学府啊 啊 这个布拉图呢 啊 他在以后 他就是一直在这里 这个讲学了啊 一直到他的 到他的去世啊 但是他的这个讲稿 他课堂上的这个讲稿 他他讲课的范围非常好 啊 这个不仅仅只是讲述这个哲学啊 他也讲述这个这个数学啊 我们都知道是吧 Academy的这个名媒上 一句话 就是不懂几何 这莫无自能 啊 他还他还讲 还是还开售一些啊 像这个这个 这个孕运学了 是吧 当然和这个 这个企核有关的 啊 就是这个 这个生学 和天文学了 天文学了 开了这个文课 但是他的讲稿统统留下来了 但是他的作品就是他写这个对话题 他已经这个流传下来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布拉图对话堡 他最早他抄本了 因为是抄在中世纪 就是抄在一个羊皮圈场 最早的这个抄本呢 是公元九到十世纪 十世纪有两套 这个一共有两套抄本 那是在这个布拉图以后 应该是一千多年了 一千多年了 他这两套抄本呢 一共有四十二篇对话 四十二篇对话 另外呢还有十二公这个书信 现在呢就经过这个考证吧 经过这个专家那么多年的考证 这四十二篇有七篇对公恩委是委作 在三十五篇当中呢 另外还有这个七篇呢 他是有这个争议的 另外呢还有二十八篇 剩下来二十八篇 那就确定为争品 或者是可信度很高的这个作品 在这个十三公那个对话当中呢 只有最短的第十二封这个十二封信 被鉴定的是这个真本 而现在还有这个布拉图这个全集 有很多日本的包括英文的德文的和这个法文的 最新的这个英语本的这个全集是 就是蒋库克他主编的这个牌头是Complete 这个是1994年这个出版的 那么我们这个我们选英文这个英文的这个状态 这个选英文的代表就是 这个格鲁波 格鲁波翻译的 这个修订本 格鲁波翻译修订本 就是他从他的全集里面 这个全集里面选下来 他的原本 那么对于这个布拉图这个二十八篇 这边的这个分期呢 现在这个争议很大 但是一般来讲呢 都是把它分成这个早期 这个中早期中晚期和晚期 那么我给大家就是列个清单吧 我在这里我给大家列个清单的这个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呢 去告诉你他们的这个英文的名称 因为我们在读我们的阅读材料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很多 它都是这个英文的名称 而英文的名称呢 这个中义 中义的它的名称是不一样的 它是不一样的 比如像立养国 是吧 有的把它翻译成这个国家片 有的把它翻译成这个王制 但是就是按照我们传统的地方 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意义 因为不管是这个希腊文的Politeia 还是它的这个拉丁文的republica republica它的意思 它都是这个城邦 Politeia的意思 它是城邦的意思 这个拉丁文的republica它是这个国家的意思 但是意义 这个理想国 我就举个例子 是吧 那么我要把它 现在我也是按照一种 这个是一种分法 这个它也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呢 就叫苏格拉底的对话 苏格拉底的对话呢 记录的就是 苏格拉底在审判期间 在审判期间 以及在这个监狱 这个监狱中 他和别人的这个对话 一个是身边编了 他在法庭上的这个辩护师 还有在克里隆边 他已经被这个关到这个监狱去了 他的朋友都给他翻译了 这个出路了 因为那个时候 他也有费入 他叫你要出钱费入 他叫我们给你 我们给你出钱 他也给你逃跑 他叫你要逃跑 他叫他的朋友很有办法的 他的那些 这个同学 学生的同学 他要逃跑 他也要逃跑 这个我也 看我们也可以安排出路 但是 这个苏格拉底 等我來告我的父親 他也還有這種怪事 然後他們直接就有個對話 像是法律門口的一個對話 還有拉克斯邊 拉克斯邊是在監禁裡有一個將軍叫拉克斯 來看望他 聽說你的將軍你也知道什麼是勇敢 拉克斯邊當然知道了 然後就跟他對話了 拉克斯最後發現他其實不知道什麼叫勇敢 另外還有個就是菲多邊 菲多邊就是蘇格拉底 他在被猝死之前 他和他們弟子見最後一面的時候 他留下來對話 這個就 這個這裡有一個 這個有個 這個明白了 就是蘇格拉底之死 這個蘇格拉底之死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蘇格拉底 在這個飲鎮的時候 在飲鎮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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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飲鎮前 把他說了一封話 你看這些都是 都是他的這個弟子 這個 這邊這個 拿了這個酒杯 他上面 把這個 往上去 哎呀 你怎么别哭哭泣泣的 他说这个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了 我马上就要到天上去了 要和那些先贤 明哲们 我们再继续来对话 再讨论这些问题 这个不是很值得清新的事情 他说 其实我欠这个药神 一个攻击呢 我死了以后 你别忘了向你用一次攻击 来给这个药神来寄献 什么意思呢 因为希腊的药神 它是一条 你们可以看到 希腊的医术 它的特征是一个毒蛇 这个毒蛇 那么这个毒蛇 它也是 所以要神的这个药物 所以他要为他的这个死 向药神要表示感谢 这个是他就是苏嘎利的对话 另外还有这个中早 所以中早期的对话 中早期的对话 那么这个 查尼德诗篇 有些诗篇 等等 麦诺篇 鱼翁 普洛特拉斯 高尔吉亚 柔太摩斯 西匹亚斯 小西匹亚斯 卡拉迪鲁 这个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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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早期呢 中早期它就是特点呢 它就是苏嘎利 他在平时 他和别人的对话 就是他在这个审判 这个期间之前 他一直 是一个 是吧 一直就是 跟这个雅典的 很多人的对话 所以这些人呢 都是以他的 这个主要的这个对话者 来这个 给明明的 明明的 他呢 还是 和他审判期间那个 对话有点相似 他都是在讨论某一个 德性的 这个定义 但是最后呢 他都没有得到 这个结果 但是有一些呢 他已经对 某一个问题 有了一些明确的 这个答案 所以他就 显示了那个 过渡 这个时期的这个特征 过渡时期的特征 就是像他的 中 中晚期 过渡 在中晚期 中晚期可以说 是布拉图 他的成熟的 时期的这个对话 他的这个主角呢 他名义上还是苏克拉底 但实际上 表达的是 布拉图自己的观点 啊 那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说 前面两期已经不一样了 他 比如讲 他要寻找一个定义 比如讲我们在 这个理想国里面 啊 他的副标题就是认正义 实际上他一开始 其实要寻找正义的定义 他对正义的定义啊 不但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而且啊 做了 比较细统的 这个认证 认证 这个可以说 是他成熟期的一个 一个代表作 啊 所以 他这个 这个 中晚期的这个著作呢 啊 那实际上就是 后来呢 就被 成为 这个布拉图主义的 这个观点 啊 包括像 这个慧影片啊 是吧 讨论什么是美 啊 你想活了 还有 这个非读罗片呢 对吧 还有 太后太后片 这个都市 啊 那么晚期呢 那么晚期实际上 他也是 成熟时期的作品 但是他合同晚期呢 他有一个特点 啊 就是苏格拉底 啊 他虽然他出现 啊 但是他不是对话的主角了 啊 啊 有的时候呢 他是 这个接受 啊 那个主要对话者的批评 啊 像这个 这个 有的时候呢 他就好像是一个主持人一样的 哎 他就是做一个引演以后 哎 这个 其他的人是 这个主角啊 比如讲 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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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布片 啊 这个 这个 迪迈欧片 啊 像 像 这个 克里迪亚片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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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是吧 啊 都是这些人 他们是对话的 才是对话的这个主角 在 法片 法片当中 索格拉底甚至根本就没出面 啊 啊 这个消失了 啊 所以我们就是 就是根据啊 啊 这个 这个 苏格拉底在每篇啊 啊 对话中的这个地位呢 我们啊 把它分为这四个 这四个 这四个时期 啊 这四个 啊 那么 我们这样的这个分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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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啊 这个分析呢 就 反映说 啊 苏格拉底 他对啊 这个 这个布拉图的 这个巨大的 这个影响 终身的影响 啊 这个 不管苏格拉底 在对话 里面 在什么位置 啊 即使 他 在后期的时候 他不是主角 是吧 在中晚期的时候 实际上表达的是 柏拉图自己的观点 但是 他仍然是 在苏格拉底的 影响之下 啊 啊 这个 苏格拉底呢 他比 比柏拉图 大四十岁吧 是吧 苏格拉底 跟我们中国的孔子一样啊 啊 他们又 啊 留下 这个任何文字啊 现在人们呢 主要是 啊 通过 他的同时代人的 这个文献 三个人的文献 啊 来了解 啊 这个苏格拉底 他的为人 和他的思想的 啊 第一个呢 他的同时代人呢 就是叫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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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分林啊 啊 这个四十二分林呢 他是一个历史学家 他是一个历史学家 啊 他写过 嗯 这个回忆 苏格拉底 啊 另外他 还写过 和 嗯 这个 柏拉图的 那个生变 片同名的 就是苏格拉底的这个生变 也是在记录了 他在这个法征章的 啊 这个辩护词啊 所以 他从 历史的这个角度 他记载的 苏格拉底的 啊 显然歧视 和 啊 柏拉图 对话当中的 啊 苏格拉底的形象 是一致的 啊 但是还有人 就不一样了 啊 这个人呢 就是 啊 这个喜剧作家 啊 这个 啊 阿里斯多芬 啊 我们 啊 我们学过 啊 我们中学都学过吧 是吧 这个 雅典有三大 这个 悲剧作家 啊 另外还有一个 喜剧作家 啊 喜剧作家 就是这个阿里斯多芬 阿里斯多芬 写过一对喜剧 这个名字就叫云 啊 他就叫云 这个云呢 啊 他的 这个 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他的主角就是苏格拉底 不过苏格拉底不是什么 啊 这个 不是有个好点 啊 这个苏格拉底是一个被讽刺 被丑化的 啊 一个反恋人物 反恋人物 反恋人物 啊 那我们要想象 这个 这个 这个云呢 是在苏格拉底 生前的时候 他就在 啊 雅典在公演了 啊 啊 不但写出来了 啊 他公演了 啊 这个就可以看出 苏格拉底当时 在 雅典人心目中 啊 已经是这个臭名昭著了 哈哈 啊 啊 这也部分呢 这个解释了啊 啊 那为什么 在这个云 这个喜剧 大概 这个十多年以后吧 啊 他就会受到 这个 这个 指控 啊 并且被 这个处死 被处死 啊 这个 但是 对苏格拉底的 嗯 呃 审判呢 啊 他的主要的原因 啊 这个主要的原因 啊 啊 这个还不是 那个云里面 啊 对他的那个 丑化的 啊 丑化的那些理由 主要的是一些 啊 这个 政治 政治原因 是吧 是由于 这个民主派 把苏格拉底呢 啊 当做他的这个 这个政敌 啊 政敌 其实 这个其实他根本就不是啊 苏格拉底 呃 他在 布罗本里萨战争当中呢 他是一个 啊 勇敢的 啊 啊 一个战士啊 啊 平直呢 啊 是一个这个爱国的 一个正义的 啊 一个公民 是吧 他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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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钉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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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批这个这个染流上 啊 来刺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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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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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406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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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啊 啊 这个雅典啊 啊 已经这个战败了 是吧 那么 敌方的这个海军啊 啊 已经啊 啊 逼近了这个这个雅典啊 啊 当时这个雅典的海军呢 是吧 在 这个 这个 这个战役当中吧 啊 打了一个很漂亮的 啊 这个反击战 反击战 但是呢 在这个反击战 啊 因为他要撑撑撑撑撑 是吧 所以当时一些正王的将士呢 啊 他们的尸首呢 就被冲到这个海滩上 那他当然他不能受兵 是吧 来啊 来埋葬 啊 这些 这个正王的 将士的这个尸首啊 而这个政客呢 啊 就以这样的 这个理由呢 就是对十名呢 啊 这个海军将领 就提出了啊 这个诉讼 是吧 这个是很 这个这个煽情的 是吧 只要我们这些英勇的这个将士 就战死了 啊 结果他们的尸首啊 都没人这个这个 这个被葬啊 因为希腊他是这个这个这个民主制 是吧 他他所谓的这个主席 他不是固定的啊 他就是想这个轮到你这个时候的这个轮到你当主席你就当主席啊 苏格拉底其实他就是这个一切平民啊 这个 啊 这个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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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呢 就这个 这个得罪了那些这个民主外的这个啊 政客吧 啊 政客吧 啊 那么这次审判以后啊 啊那么 啊 雅典呢 就彻底的 这个 这个衰败了 那么 这个公元前啊 啊 404年 啊 这个404年 这个时候啊 啊 这个这个 这个斯巴达的那盟国呢 已经封锁了 啊 这个雅典的这个出海口 啊 这个时候啊 啊 并且策动了 啊 这个雅典内部的这个挂头派啊 啊 这个发动主 这个政变 啊 不光是斯巴达 连当时的这个波斯啊 啊 也参与了 也出现 是吧 参与了这个 这个 这个一模 一模 啊 就是 这个推翻了 这个民主制 啊 就是 这些挂头派吧 当时执政的是 三十个挂头 三十个 啊 这个布拉图的舅舅 就是 他的这个母亲呢 他的母亲家族啊 啊 他的母亲的家族啊 啊 他的舅舅 这个克里迪亚啊 和他的表弟啊 啊 这个 这个查米德斯 啊 这个克里迪亚和查米德斯 啊 啊 所以这些这些这些话头呢 是吧 啊 啊 啊 就觉得好像啊 啊 索格拉底是 这个这个这个民主派啊 啊 他想夹索格拉底的 索格拉底的这个 这个支手了 是吧 来 这个 呃 就是派他去 啊 这个抓这个 这个民主派 啊 抓他们的这个政敌 但是索格拉底这个时候呢 他甘愿啊 冒着啊 抗命 抗命 这个 呃 猝死的这个危险啊 也拒绝 这个 拒绝执行 但是呢 啊 啊 这个民主派 复辟 复辟之后 也就是在公元前 啊 这个400 400年 大民主派 又复辟了 复辟 复辟以后干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 审格拉底 啊 审格拉底 是吧 但是他的这个 当然他的这个罪名 不是政治罪名 但是两条罪名 一个是蟹毒神灵 一个是 毒害青年 啊 这个毒害青年 啊 然后就是 经过啊 公民大会的 这个 这个投票 当时 要三分之二 这个 统一 所以 勉勉强强 啊 勉勉强强 达到了 这个三分之二 啊 苏格拉底 啊 虽然 这个 这个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 啊 发表了这个 啊 义正词言的这个 这个声辩 啊 但是呢 是吧 按照 他的 这个民主的这个程序 民主的程序 他容然 被处以这个死刑 啊 所以这是 啊 符合 这个民主 形式上符合民主程序 但是 他实质上 是极不公正的 啊 一个 审判 一个 审判 那么这个 嗯 在 嗯 苏格拉底死后了 啊 这个 这个 佛达 他就被 希腊的这个政体 彻底失望了 啊 他 并不同情 这个 这个 是吧 是吧 自然他的 他的 他的舅舅和表弟 啊 这个都是把头 啊 当然 他的民主是 他也深感失望啊 啊 这样呢 才有了他 这个 这个 三下 西西里岛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经历 经历 那么啊 他在 他在 啊 在 啊 啊 我没有 啊 啊 啊 他在第七封信 当然七封信现在被考证是一个伪作了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的城邦已经不再按父辈的习俗 就是Normous安慰以后 我经常看到这个词 和实践来治理了成文法和习俗的摄贷 令人震惊 我终于清楚地认识到 所有县城城邦的政体 无一例外都是坏的 如果没有一个歧义的计划 以及一个好的运气 他们的法律 或者说他们的制度 几乎是无可救药的 我不得不认为 必须崇尚正确的哲学 向人们提供一个有益的观点 使他们能在一切情况下 分辨什么是公正和个人的正义 因此除非真正追随的哲学 哲学的人获得政治的权利 或者拥有政治控制权的集团 靠天字良机 变成真正的哲学家 否则呢 人类将不会有好日子 这个这句话 当然被考证是一个伪作 但是他在理想国里面 在讲哲学家王的时候 是吧 讲哲学家王的时候 他实际上他讲的就是 这个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 所以他 这个确实是他 反映了 或者是他的 这个学生 后人 借这个 借他的这个信 真实的反映了 这个布拉图 自己的这个 政治哲学的观念 同时呢 也有人认为 是吧 他讲理想国呢 他是借这个苏格拉底 知口 提出了 和解决 什么是正义的问题 因为他的副表情就是 论正义 这个实际上呢 是布拉图 为这个苏格拉底 自死 做的一个 更加完满的 一个哲学辩护 因为我们如果看 苏格拉底的 他的生辩篇的话 他不是在 这个哲学上来讲 是吧 他讲我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等等等等 但是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完满的 一个非常细统的 一个 这个哲学辩护 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 为什么要写 你想国 是要你 就是要为 这个 苏格拉底 这个知识 来进行辩护 这个也是一种观点 这个大部分的同学 实际上大家都没有 学过这个西方之学 但是我要讲的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要把这 这门课呢 要讲成一门这个导图课 入门课 对吧 啊 李箱国呢 他首先呢 他是政治 之学的一个导论 他是西方第一个系统的政治 之学这个著作 啊 所谓系统性的 他是相当于柏拉图的其他的 这个 对话而言的 他在其他的这个对话当中 比如讲像克里松片 像高尔吉亚片 像普罗泰格拉斯片 是吧 以及啊 后期的 像迪白欧片和法片 啊 他都提出 并且试图解决 两千多年以来 啊 西方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 他们思考的这个问题 啊 西方 这个思想家和政治家 啊 他们问题的有个核心呢 就是正义的问题 啊 在 啊 二十世纪呢 啊 正义问题的重要性 他就 啊 凸显出来了 啊 二十世纪 有一个最重要的 啊 政治 这个 这个学家 啊 就是哈勒的 这个 这个 姜努尔斯 啊 姜努尔斯呢 他写了一本书 就叫这个正义论 啊 theory of justice 他一开始的时候 啊 他就说了 他讲正义呢 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 啊 就像真实 真实啊 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 像一个理论 啊 无论他是如何的精致啊 如何的简洁 但是只要不真实 那就必须被排挤 或者被修改 同样 一种法律制度 不管你是如何的有效 和有序 只要是不正义的 就必须被改造 或者被废除 是吧 那么这个 啊 希腊文的这个正义呢 啊 就是 啊 啊 啊 凯尔苏内 啊 凯尔苏内 这个词 他要比这个 啊 我们现代的这个正义 正义的概念啊 啊 就是这个justice 啊 它的含义要丰富得多 是吧 布拉图呢 他是啊 讨论了 啊 啊 这个 迪凯尔苏内的 他的这个全部义 是吧 他不仅是包括 国家的这个体制 思想的体系 还包括啊 道德和人性的这个正义 啊 在所有的方面 正义都是抵于美德 啊 更加重要的是 正义 还是如人呢 如何生活的这个指南 是吧 正是因为 是吧 这个 啊 布拉图 他的第一步 政治哲学的 啊 著作的影响 啊 现在的这个思想家在讨论 啊 社会政治问题的时候啊 基本上都要回溯到敌想国里啊寻找资源或者是寻找攻击的这个对象啊 这个各家这个各派呢啊都为这本书贴上了现代的这个主义的这个标签 所以呢 所以呢 有很多这个完全相反的理解 比如说有人说呢 看这呢这本书呢 是提倡这个极权主义的 有人说呢 是吧 他是自由主义的啊 有人说呢 啊 他是保守主义的 有人说呢 啊 他是 这个乌图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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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实际上啊 这个我们讲社会主义500年是吧 从那个开始的时候第一本书就叫这个乌图帮啊 是托马斯摩尔写的 但是托马斯那个摩尔的那个乌图帮呢 是吧 他正式模仿布拉图的这个理想国 是吧 但是有人说呢 他是一个啊 全新的一个革命性的这个观念 是吧 那么为什么会有啊 如此对立的这个观点呢 啊 正如啊 这个讲这个安纳斯啊 这个是我必读的一本书了 以后会提到啊 这个安纳斯说呢 他不可能在中立的来啊 读这个理想国 他如果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啊 布拉图在说什么 我们一定啊 会做出回应 如果我们不同意他的啊 啊 一些这个令人震惊的这个观点 我们一定要用为什么啊 啊 是吧 一定要问为什么 是吧 这个要为自己的啊 不同的观点进行辩护 第二 第二 这呢 正是读布拉图的基本方法 是吧 布拉图 他是要我们思考 要我们做哲学啊 而不是死气沉沉的来读他的话 第一个呢是吧 他是政治哲学的导人 第二个呢 他 他在更宽泛的意义上 他是啊 这个西方传学一般的导人 啊 这个二十世纪啊 这个著名的这个这个这个树林 这个逻辑学家 和哲学家啊 这个 啊 这个 他有一句名言 是吧 他讲西方哲学 这些传统最可信赖的一般特征就是 就是呢 他是由啊 布拉图的一系列这个注脚 所构成的啊 但是他立刻就补充说呢 这样这样说呢 啊 并不是指从布拉图著作当中 抽象出系统的思想模式 而是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它闪见在他著作中的啊 一些一般的这个观点啊 要构成一个思想财富 构成一个思想财富 是吧 但是 他的哪一本书 啊 可以说 是把闪现的 在对话当中 都把它组成的一个 一般的这个观点呢 在中世纪 漫长的这个中世纪 乃至文艺复典时期 都认为啊 这个布拉图对话的代表作 是迪迈欧片 你看我们 我们这里有个著名的一个画 啊 就是这个拉贝尔的 这个雅典学员 是吧 这个布拉图和雅里士 在中间 你看 这个布拉图 这个 加这本书 啊 这本书呢 哎呀 这个书名都把它写出来 啊 那个就是迪迈欧片 啊 因为在中世纪很长的时候 他受这个啊 创世学说的影响 上帝创世学说的影响 一直到文艺复典时期 他也是这样啊 啊 这个迪迈欧片呢 正是讲这个创世的啊 正想创世的 但是后来呢 一直到近代的时候 这个近代哲学 对心灵哲学感兴趣啊 然后啊 又是用为 这个飞多边啊 飞多边是他的这个代表作啊 这个直到啊 这个一直到这个十九世纪啊 一直到这个十九世纪开始 是吧 这个理想国呢 啊 才被人们当作是布拉图最重要的这个代表作 是吧 他最集中表达 并且认证了 散见在各个时期的这个对话中的这些观点啊 我们如果来把这本书通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确实是这样啊 确实是这样 是吧 那如果讲 是吧 西方哲学啊 就是这个布拉图的这个主角 那么可以说呢 布拉图的全部的这个作品呢 也是理想国的这个主角啊 好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的 布拉图的是西方哲学的第一经典 啊 西方哲学第一经典 好吧 好吧 这个啊 那么也许呢 嗯 那么有人会讲呢 啊 他讲 你不管这个理想国对西方哲学啊 西方政治哲学啊 他是如何的重要啊 但是他对中国哲学 对我们当今的这个中国人有什么重要性呢 啊 其实这个问题呢 啊 有人已经提出过了 那就是这个两千年前的一个这个基督教神学家 叫戴尔图良啊 戴尔图良啊 他就提出个类似的问题啊 他讲这个雅典啊 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关系 是吧 是吧 我们要啊 耶路撒冷 我们不要雅典 那我们不要 嗯 但历史证明了啊 整个思想史 神学史 哲学史 都证明了 是吧 这个啊 雅典和耶路撒冷大有关系 如果没有雅典 也就没有基督教的这个神学 他也没有基督教的哲学 是吧 啊 这个中国哲学 当然不是啊 这个基督教的神学 或者是哲学啊 哲学 但是对一切要学哲学的人来说啊 包括啊 我们中国人来说 理想国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入门的教科书 是吧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学哲学 首先要提出问题是什么啊 你们你们在座的可能 都没有报哲学专业啊 为什么呢 要报哲学专业 你讲哲学是什么啊 哲学有什么用处啊 对吧 啊 你们要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也是我们 对我们 这些 这个 搞哲学的人来说呢 也是第一难题 啊 我们在开门课叫哲学导论课 哲学导论课 就是要想 哎呀 这个哲学 怎么怎么 这个哲学 怎么怎么 这个有用 啊 什么有用 啊 这个这个 但是呢 是吧 这个一般的这个 这个 这个导论课呢 是吧 可以说 还是留下了更多的这个疑难 所以有人说呢 他想要难倒一个哲学家 啊 其实很简单 只要问他一个问题就扣了 什么是哲学 哈哈 什么是哲学 就把他给这个难倒了 啊 其实呢 啊 你想说 他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并且呢 要力图合理的论证 啊 哲学什么呢 哲学 就是 啊 教人怎样生活的一种智慧 啊 哲学我们都知道 啊 非得少非呀 爱智慧 啊 爱智慧 啊 有什么好处呢 爱智慧的好处 就是让人得到幸福 啊 当然了 是吧 对于什么是智慧 什么是好处 什么是幸福 啊 这个呢 又有 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答案 啊 那么理想国呢 从一开始 就把当时在雅典流行的 这些各种各样的答案 都展现在 啊 读者的面前 啊 来邀请他们参与对话 哎 我们发现 是吧 这个时间已经过了 啊 2500多年了 哈 希腊人 希腊人 当时的这个问题 啊 和当时的这个观点啊 啊 永远是我们 现在的问题 啊 所以 中国和西方 现在和古代 在这些问题上 啊 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变化 啊 没有多大的变化 是吧 所以今天的这个读者呢 是吧 在读这个理想国呢 是吧 就这个 情不自禁的 就要参与 啊 苏格拉底 对话的这种欲望 欲望 这个 正如这个 亚里士多德 在西洋上学 里面的 第一句话 第二 人在 本性上 是欲求知道 啊 man by nature designs to know 是吧 人有要 知 啊 要有知的 这种欲望 啊 欲望 是吧 所以呢 啊 你看 他只讲着整个人类 啊 这个 行而让人就是这么起源的 对吧 而人们 他为什么想知道 知道什么呢 他尤其要知道 啊 人 如何生活 这个最 头等重要的一个问题 啊 这个问题呢 啊 他的答案 这个不是要听别人 这个告诉 不是要由别人灌输到你自己头脑里 而要靠你自己思考 要靠你和别人交流 对话 来找到你自己的这个答案 啊 也就是说呢 哲学是什么 哲学有什么用处 取决于你如何做哲学 是吧 做哲学 是吧 所以 不是这个 不仅仅是design to know 是吧 而是好 都读妇老师 啊 做哲学 做哲学 如果你啊 光读不详 是吧 像安那斯那样 死气沉沉的 来读 布拉图的这个话 或者说啊 这个 光听不做 不做 要打一个比方上来啊 你好像 你这个 看这个 这个哲学经典 就像 在看一个很精美的 一个食谱 是吧 一个食谱 是吧 但是呢 你没有尝到 任何一道菜的滋味 是吧 这个 这个毛泽东不是说过吗 啊 你要知道肥的味道 啊 你要咬它一口 是吧 啊 所以如果你不精致 就是你自己 就是我啊 再 要把我放进去 你 我不精致哲学 就永远也不知道啊 哲学呢 它的 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它的好处何在 好处何在 所以理想过呢 正是这样一本 措施这个 啊 读者啊 亲自参与对话的 啊 哲学 导论的 啊 这么 一个 入门书 啊 入门书 另外呢 啊 我们说呢 是吧 这个啊 理想国呢 是西方哲学的第一经典 第一 但是 但是并不是说它是唯一的经典 更不是说啊 我们啊 通过思考 通过做哲学 啊 那我们最后的这个答案啊 那还是和柏拉图一样啊 啊 我们还是要同意这个柏拉图 对不对啊 啊 被柏拉图所俘虏了 啊 不是这个意思啊 柏拉图自己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西方呢 有一句业语啊 业语就是说呢 啊 啊 警惕那些只读一本书的人啊 啊 就是 啊 维尔奥夫 A man with one book 他with one book 是吧 只读一本书的人 是危险的 啊 他是教导主义者 这个柏拉图是深知道这种危险的 啊 他 在这个 啊 非读高篇里面 嗯 那个也是他成熟时期的一个对话 他说 啊 这个任何这个作品 他叫无论是过去的 还是将来的 无论是吧 是自己 还是别人写的 无论是个人的作品 或者是 国家官吏的 立法文件 啊 如果作者认为 自己的作品里面 包含着 永远 实用的 重要真理 那么 这种作品呢 啊 都将会成为对作者的 一种指责 啊 历史会证明 是吧 啊 你的这个作品 后来 会对 成为对你的 一种指控 啊 一种指控 呃 无论 这种指控 有没有真的 这个 这个说出来 啊 没有说出来 其实人们在心里 啊 这个也是在指责你 啊 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是吧 如果有一个人相信任何一篇文章 那无论题目是什么 无论是写成散文还是运文 是吧 必定包含着许多虚假的东西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啊 啊 这个 这个 啊 这样的这种 啊 文章 对于那些追求真理的人来说 充其量 只是提到一种 提醒的作用 啊 提醒的作用 是吧 啊 当然 这个并不是说 啊 你知道反正 啊 我这个里面有虚假的成分 那我就可以 啊 那随便 这个乱写 啊 我就可以说 不是这样啊 啊 他想 就是那些 啊 这个 产明正义 高尚和善 啊 为了 啊 教诲的目的 而写的作品 要做到 啊 清晰完美 具有庄重 完整 严肃 啊 这样的一些特征 才会对 啊 听众的灵魂 啊 起到 矫正的作用 啊 啊 这个这句话 你们可以翻译一下 就是这个飞多罗 啊 这个这个飞多罗篇 啊 飞多罗篇 我讲的 现在这个布拉图 它有这个标准印吗 就是277D 啊 到278A 啊 278A 就是你们 啊 就可以发现 这样 就是 布拉图 啊 他对自己的这个对话 他的这个定位 啊 这段话可以解释 是吧 即使布拉图自己 已经有了成熟的这个啊 啊 这些体系 是吧 当然他认为 这是真的 是吧 啊 当然他认为 是吧 这个是啊 啊 要产灵正义 高尚和善 是吧 高尚和善 对不对 啊 但是呢 啊 他 即使是这样 他始终 只写 索拉底的对话 啊 他没有写 这个布拉图的学说 啊 我是这个布拉图的这个对话 啊 所以他在就是在提醒读者 啊 这些对话 啊 以苏格拉的名义写的对话 必定包含着很多虚假的东西 对追求真理的人呢 只提到提醒的作用 但是呢 他力求的 力求要使他的这个写作呢 要清晰 要完美 要庄重 要完整 要严肃 啊 为了什么呢 为了就是 要帮助 啊 作者 这个除毕 是吧 因为我们 之所以不知道真理 是因为我们的灵魂 啊 被遮蔽住了 啊 遮蔽住了 你只要把自己 只要 只要把这个 遮蔽把它给除去 啊 那么真理呢 就会 就会 在你自己 心灵中显现出来 所以苏格拉里 说了 他叫我的 这个对话 是一个助产树 是吧 助产树 你的新生的婴儿 是吧 是在你 自己的 这个怀里 啊 啊 你自己的怀里 啊 你要自己把它给生出来 啊 我 起的作用呢 就像这个接生婆一样 啊 接生婆一样 啊 因为苏格拉的这个母亲 它就是一个 这个啊 这个接生婆 对 这个就是啊 助产树 啊 所以吧啊 是吧 我已经讲了啊 让我们来读 这个布拉图 是吧 在这个 呃 理想国的这个引导下 啊 我们走进哲学的这个殿堂 啊 我们自己 来发现真理 啊 真理 啊 这个 啊 啊 下面我就要想阅读的书目了啊 这个 啊 其实要给你们这个布置了 是吧 这个布置了 那么我们这个教材呢 就使用这个理想国 使用理想国呢 或者就是使用这个啊 商务的版 啊 商务的版就是 汉语世界龄络啊 这个大家 拿的 有比较多 或者还有 这个月露书院里出了个版本 啊 这个 这个是由 这个顾书关先生 跟老先生早就翻译出来了 后来我们 啊 我的 这个同事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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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版本的各有特色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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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呢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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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够这个 这个流畅啊 不够流畅啊 啊 啊 因为我们是为了讲课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啊 啊 啊 为了讲课的目的还是要搞头表达啊 啊 所以我们 这个 这个 一般来讲课的还是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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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啊 啊 这个 这个 啊 有 有几十本啊 啊 你不能说啊 哪一本这个最好啊 啊 每一本都有一定的 这个 这个缺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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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但是没有关系啊 是吧 因为 因为 柏拉图的这个 这个理想法呢 是一个很系统的 有些概念 它是反复出现的啊 如果我们讲我们的 在这里 我们出现了误读误解 哎 那么到另外一个地方 哎 对你又可以看懂 它不是这个意思 是吧 不是这个意思 啊 再又到另外一个地方 又是一个意思 是吧 如果我们融会观众的 如果观众的读呢 是吧 我们就可以 是吧 这个啊 这个自己 啊 就我们就可以 呃 能够 把他的这个意思 是吧 把他的意思 就是 就是 哪怕你 产生了一些误会 产生了一些偏差 但是你读到最后的时候 是吧 达到一个 比较正确的这个答案 啊 当然我们也不需要 啊 要掌握 啊 这个希腊文 我们只要知道一些 最基本的希腊 他的基本的书语的这个 这个韩语 这个韩语 就是 但是如果你 如果你 钻到这些故事堆里面去 你会 越来越糊涂 你每一句话 可能都有 啊 十几种 几种 不同的解释 你选择哪一种 好 这个不是我们 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 啊 这个不是我们这门课的目的 另外呢 我们还有必读的一本书 是吧 就是 这个 朱利安安那斯写的 这本书呢 在我看来是 就是在英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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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啊 这个理想国的 他的这个全面的这个解释当中 我认为写的是这个 这个最好的一本啊 这个写的是最好的一本啊 这个写的是最好的一本啊 就是这本书啊 这本书 是 这本书 这本书 是 这本书 这本书 这本书是哪年初的 我看 这本书是 1981年初的 1981年初 但是 但是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我还没有看到一本 就是 超过它的 就是 从我的观点来看 啊 另外 有一些 另外呢 还就是这个选读 啊 这个是选读了 这个都是论文集了 论文集了 一本呢 就是 Cumbridge Company to Pledos Republic 啊 啊 这本书 这几个是壁图啊 这几个壁图啊 这几个壁图啊 然后还有选读的部分啊 啊 就是选读的部分 就是你们 参考书吧 啊 所以选读参考书 那么初级的呢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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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另外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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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跟我讲的 就是布拉伯尔 发一个 《eto planet republic》 也有了《中伊们》 并且就是百大出版的 这我都不知道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 En niemand philosophic 《eto planet republic》 你看,我们现在这种导读,这种布拉图的导读课,每一个著名大学,著名的出版事,其实都出版了。 另外,还有我们中国的一个学者,做希腊学者,很有成就的学者,很可惜,前几年去世了, 现在布拉图讲演录,第二个,他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他开了个课,大概有十五讲,这个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另外还有我自己,我自己没有写过,除了给外国人民大学, 这个编类的,就是英文版的,这个Republic,写了一个千言之外,其他的,但是我写了个西方哲学同史,第一卷,这个不是复旦的西方哲学同史,这个复旦的西方哲学同史,第一卷里面,也有张是写布拉图的,你们也可以看。 但是我这个是这个北大,是北大出版社,这个出了,北大出版社出了,是吧,是1996年版,那么你们看看,第一是前苏格拉图,第二个是,第二个,实际上就是智者和苏格拉图,第三个就是布拉图,第三章就是布拉图,第三章就是布拉图, 的环 использさん的 scheduled的giaus Bruce discoveries,你们都看看,这就是西方蛮,第三章为主。 但是还有一个高级的,这本书,这本书比较难读了,你們有余力的,是吧? 特别是里面参加讨论的时候 里面提到了很多critical 他都是一个批判的 对巴勒族的批判 比较Plaedos法律 Plaedos Paradox 就像理想国里面有很多悲逆的东西